日本電視頻 日本電視頻 大家好我是阿倫 今天阿倫便利店要跟各位大家介紹 日本便利商店的一個什麼樣的商品呢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吃一些 像蛋糕或甜點類的東西 然後就在今天阿倫去日本的7-11的時候 逛的時候呢 發現了一個好像很好吃的東西 至於好不好吃呢阿倫其實不知道 至於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TANAN 7-11所推出的 KASTERRA蜂蜜蛋糕 對蜂蜜蛋糕 可是阿倫是很喜歡吃蜂蜜蛋糕的人 不過 不知道他這個好不好吃 那我們現在就 實際的把它 打開來看看吧 它開的時候還蠻貼心 它這邊有設計一個就是 開口可以讓你直接撕開 的一個小缺口 那我們就把它打開吧 一個像這樣子的盒子跑出來了 好啦我們現在就打開來囉 有一張紙 超級漂亮的 看起來超漂亮的 上面這個 有一層像焦糖的東西有沒有 這個在蜂蜜蛋糕 阿倫最喜歡吃上面這一層的東西 好我們來聞聞看 嗯 嗯 有一股很甜很甜的味道 那種蜂蜜的味道 慢慢的這樣飄出來 感覺應該還蠻好吃的喔 好我們馬上就來 試吃看看吧 好我們先準備好一個盤子 準備把它放在盤子上 好我們現在已經把它放到盤子上了 我們給大家稍微的再近看一下 喔有沒有 它的蜂蜜蛋糕呢很漂亮 尤其是這個 後面這裡呢 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 這後面 底部有這樣白白的 一點一點的東西有沒有 這個應該是 呃 砂糖的部分吧 然後下面這個一點一點白白的部分 就是你在吃的時候那種口感會比較棒 就會有那種 沙沙沙的那種感覺喔 阿倫非常喜歡那種口感 好我們現在馬上來試吃看看吧 不過它下面 有一層紙喔 大家不要把這個紙也吃下去了 有一層這個紙要先把它拿起來 再開始吃喔 好我們現在馬上就來試吃看看吧 いただきます 好 嗯 剛才阿倫有說下面有一點一點白白的 說是糖嘛 可是 怎麼完全沒有糖的那種沙沙沙的口感 不過它味道是好吃啦 就是甜甜香香甜甜的那種感覺 然後帶一點蜂蜜香 然後 上下的那個焦糖呢 都非常好吃 不過就是 阿倫一直以為他會有那種 吃到砂糖的那種口感 結果沒有 雖然好吃 可是 跟阿倫預期的 那個 口感呢有一點 有一點小落差 所以阿倫 讓阿倫有一點 有一點 手足無錯了一下 再吃一口看看 啊好吃 好想喝口茶 啊 不過如果這個用來配那個熱的紅茶之類的 這樣吃的話 應該會更棒 可是阿倫沒有時間喔 所以就先喝冰的 冰的烏龍茶 算是沒有 失望的感覺 嗯 可是就是 口感呢阿倫是 如果它下面底層是有一點那種 脆脆的 糖的那種口感 如果有的話呢就更完美了 好的 以上呢就是今天這個 日本的7-11所推出的 Castella 蜂蜜蛋糕的一個簡單的介紹 跟試吃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像阿倫是目前是覺得 它還算還蠻OK的 算好吃 可是就是 就像剛剛阿倫講的 就是唯一一點 有點覺得小小遺憾的地方 就是它的 底層如果是再加上那種 碎脆的口感的話 應該會更完美 非常非常的適合 比如說下午茶 比如說你可以泡一杯紅茶 熱紅茶 然後邊喝茶 然後邊配這個 蜂蜜蛋糕 然後呢會一直感覺 會一直非常非常棒的下午茶喔 然後如果對於這項商品有興趣的呢 阿倫是在日本的7-11所購買的 它的定價呢是日幣216塊 216塊還是稅價 對 然後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去買來看喔 好 那今天的阿倫便利店呢 就到這邊結束啦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阿倫Channel主要是跟各位 大家介紹阿倫在日本的一些 所見所聞呢 算是日本一些有趣的產品 或是像這些種 日本的便利商店 所會販賣的一些東西的試吃啊 跟一些心得的分享等等 有興趣的人歡迎訂閱阿倫的頻道 來追蹤阿倫的第一手的影片資訊喔 另外呢這邊呢 是阿倫的Facebook粉絲頁 跟阿倫的Instagram 有興趣的人幫你追蹤一下阿倫喔 阿倫會把自己的一些 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呢 都放在這邊分享 不要忘記去追蹤喔 阿倫呢這兩邊是阿倫其他的影片 有興趣的人不妨點進去看看 如果是你喜歡這影片 好請幫這影片按一個讚 或是把這影片分享給你的朋友喔 所有人們 等你喔 哇好香 好濃的蜂蜜蛋糕啊 好吃